香达尔一声哼有无数情人,他的每段恋情都轰轰烈烈,然而却都以惨淡收场,因为任何一个男人都无法彻底拥有他的心。 1920年,香达尔赞助了逃往巴黎的俄国音乐家伊格尔斯特拉文斯基,可可慷慨邀请伊格一家住进了他在巴黎郊外的府邸,随着时间流逝,他与伊格之间相互吸引,跨越了道德的底线。 香达尔一直想寻找一种现代的混合相襟,这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大胆的尝试。 一席白色长裙的香达尔推开了正在弹琴的伊格的房门,听到钢琴声的中段,马格林娜知道是香达尔回来了,他独自走出别墅,不愿再和他们共享这个空间。 叶里马特林娜说我们离开着吧,你好像变了一个人,你的音乐比以前更加有激情,伊格却以我不会走,我很满意现在的状况而结束了这段谈话。 在挑选香水香型的过程中,香达尔始终无法满意。 他一个个认真地闻过各种香型,最终确定了自己想要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和喜爱畅销了一百多年的香达尔五号,香达尔五号和同时代的主流香水被盗而驰。 他首次使用了合成的权力物质,混合八十种原料制成,并没有一种占主导可区分的标记性味道,也很难被人抄袭。 香达尔兴高采烈地赶回了家,第一时间他和伊格在花园的小木屋里碰面。 卡特琳娜无法忍受心中的怒火,他宣示了自己的主权,我恳求你不要打扰他的音乐,音乐是他的全部。 晚上妻子卡特琳娜问伊格,他对你的音乐一窍不通,难道你看不出他在玩弄你吗? 如果我离开,你是否会难过? 此时伊格却无法直视对方的眼睛。 卡特琳娜的眼泪带着寄人篱下的屈辱无力反抗,他一次次地哀求丈夫离开法国,而对于香达尔能做的也只能发出一些淡淡的讽刺,毕竟他是他们一家的施主。 心存内疚的伊格拒绝和香达尔出去过夜,他害怕卡特琳娜伤心。 香达尔说你现在开始担心他了,是因为你心里没有我,我不满足,已经厌倦。 你觉得一个男人如何能背负两个女人?没有凯瑟琳帮你修正,你甚至不能独立作曲。 香达尔说我和你一样,甚至比你更加成功。 香达尔勃然大怒,此时他才知道眼前这个穷困潦倒,靠自己救济的音乐家竟然打心里瞧不起他。 香达尔马上冷淡了伊格,伊格几次拦住香达尔想要谈谈,对方却以忙为借口拒绝了。 然而之后香达尔却在各种场合都躲着伊格,他无法接受一个看不起自己的男人。 虽然他可以用强大的经济实力摆平男人无法做到的事。 这天香达尔找到了剧院老板说想要赞助伊格的演出,他递给对方一张支票,这足够支撑他们一个季度的演出费用。 剧院老板在香达尔举办的晚餐聚会上向大家宣布,一个非常慷慨的赞助人匿名捐助了他们一大笔钱,因为香达尔叮嘱他不能和伊格说出事情。 大家喝了不少酒,朋友给香达尔拿纸牌算命,闷闷不哭伊格实在看不下去两人的亲密。 钢琴是伊格发泄的途径,他双手疯狂地在琴剑上舞动,卡特琳娜记录下了他弹奏的音符,他似乎读懂了这个男人的左右为难。 第二天他收拾好行李带着孩子们离开了香达尔的别墅。 卡特琳娜眼神坚定地期盼他能快点离开去找他和孩子们,然而此时的伊格却是个左右摇摆的懦夫。 香达尔看到了卡特琳娜留给她的一封信,她先是礼貌地感谢了香达尔对他们一家提供的帮助,之后她一针见血戳穿了他们。 卡特琳娜说孩子们需要他们的父亲,我们比你更需要他。 伊格发现即使自己弹奏起钢琴,她也依然无法安心下来,没有妻子给她改曲,她寸步难行。 她邀请香达尔一起去西班牙看乐团的演出。 伊格的编曲充满了无限哀伤,她分不清究竟是因为香达尔对她的冷淡,还是因为妻子的离开。 她开始酗酒,靠酒精来麻醉自己,感情的长短取决于消费她的速度,挥霍光便重新获得淡然。 伊格没想到香达尔爱得如此率性,如此骄傲,或者她只是无法接受香达尔对她,说不爱就不爱的态度。 一面是两小无猜,毫无怨言的贤内助,一面是无条件资助自己,事业有成,拥有无限魅力的香达。 城外的风景总是更美,虽并不想伤害妻子,但这诱惑实在难以抵挡。 香达尔爱得率性又骄傲,这何尝不是强大的内心力量和雄厚的经济实力的积淀,才让一个女人能如此干脆。 伊格会触到她的敏感,会让她偶尔沮丧,但她毫无怨言地赞助她艺术的同时,依然可以随性地拒绝她的吻。 在香达尔的匿名赞助下,伊格完成了自己新改编的音乐剧的表演,先立马被香达尔这个伯乐地挖掘,她的才华终于得到大众的认可。 多年后两人身处各方,老年的香达尔躺在床上有时会想起和伊格在一起的那段时光,非常闹剧般的首场音乐剧中仿佛香达尔化身成舞者帮伊格完成了她的梦想。 而白发苍苍的伊格也会时不时地弹奏起当年交汇香达尔的那首曲子,仿佛就像一场梦般时光飞逝,当年的影像只留在彼此心间。 此时2019年由杨高能指导的香达尔的秘密情史剧中,同年有两部关于香达尔的电影上映。 作为人气更旺的奥黛利塔图主演的时尚先锋香达尔吸引了世界媒体的大部分目光,以至于香达尔的秘密情史所受关注寥寥无几,两部影片同样的偏重一代时尚女王的感情生活。 塔图版的香达尔虽个性独立,但依然不是一个小女人对爱情的想象,与其资助人的感情关系,她沉迷沦陷,充满期待。 而这部影片的香达尔则是一个女权主义气息的香达尔,她在片中充满了强势和统治力,她始终高傲冷静成熟,反衬出斯特拉文斯基更像的孩子般优弱寡断。 虽然两部影片中香达尔所处的人生阶段有所不同,但是给人带来的反差确实巨大,也许真正熟悉香达尔的人才会明白哪个更贴近真实的香达。 虽然香达尔甩了一格,也许有人会说是因为香达尔看过了一格妻子留下的那封信良心发现,可在七天看来,香达尔已经拥有过她感兴趣的男人后等得从容全身而退。 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香达尔不需要讨好任何男人,她充分享受征服男人的快感,而音乐家一格也并未真正爱她的恩客。 她喜欢哪种生活方式就任由发展,她内心鄙视香达尔只是个开店的,和她音乐家的身份无法相提并论。 尽管香达尔给她的事业无条件地提供了帮助甚至养活了她的全家一段时间,最终她被香达尔无情地扫地出门。 香达尔虽然知道她对自己的态度,然而她依然我行我素,我喜欢你给你赞助演出捧红你,也一样可以拒绝赶你出门。 这样强悍独立的女人,创造伟大时尚帝国的同时,也追求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她一生情人无数,每个都轰轰烈烈,然而却没有一个常驻她心间,也许真正的爱情一生只有一次,更多情况下,也许一次都不会有。 那也会有什么事。